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朝野 天人共怒 遂及其居国之义愤 陛下有旨 赵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臣乐恭送董相国出宫 赵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赵百官恭送董相国出宫 义正毕退朝 丙大人 今儿是司徒王允大人受担 王大人已在府中备下酒席 请大人赴宴 好 王司徒请了董卓妙 知道了 请状告司徒大人 老夫一定去赴宴 一定去 一定去 小公公 editions 董卓妙 太副大人 您看出来了吗 王司徒寿宴所请之人 全都是先皇的旧臣 自然如此 在下以为 王司徒此宴绝非是 陈大人 陈大人 曹孟合 在下先辞告退 好 请便 大家都是同朝臣城 可是有些仁兄 却耻于我曹操为伍啊 孟德果然有见识啊 如蒙太傅不弃 想与你为伍 陪你走几步 不知可逢 听评遵义 请 袁太傅 今日可是司徒王大人的寿担吗 孟德不光眼力好 而且听力也不错 你说那个替司徒大人 传话的小皇们 为什么把你们都请了去 单单没有请我曹操呢 要知道 我是最敬重你们这些 先皇旧臣了 尤其是最敬重司徒王大人 老夫回答你之前 有一事也要请教足下 请大人示下 正如足下所说 王司徒请兵客 却为何偏不请你曹孟德呀 问得好 既然好 那就请你不吝赐教了 我想是因为受邀者 个个都是出自名门豪祖 事受皇恩 而我曹操在你们眼里 却是烟焕之后 芭杂不堪 一个卑贱之徒 怎能与列位尊者为伍呢 曹孟德能把话说到这个境界上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过还有些原因 袁大人真的 要让我都说出来吗 是你要与老夫同行的 同行若不同道 这与行尸走肉又有何一呢 好 那我就说了 受邀者 个个都是先皇旧臣 也个个都是以王允为首的 帝当心腹 而我曹操在你们看起来 却品行轻贱 甘伪鹰犬 屈身是贼 足下怎么不说了 你接着往下说呀 你怎么个清剑法 怎么个屈身法 怎么个屈身法 你做的是哪家的鹰犬 你试的 又是哪家的贼 国贼懂装吗 你你你你想什么 怎么了 袁大人 这国贼二字 不是早就被你们这帮公卿大臣 喷子碎了牙 臭碎了心了吗 怎么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京师皇宫之中 却不敢大声地说出来呢 你们不是把金鸾殿都视为圣帝 那么多道貌黯然的公卿大臣 都静若寒蝉 胆战心惊 这才让我真正地看到了 什么是尊 什么是卑 看到了尊卑的别样意境 一个小小的喷嚏 却是自命清高者 进城树辈 你 你 你 请 请 大人 大人 皇宫六十华代 在下 恭喜大寿 多谢 多谢 请 请 请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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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来的都来了吗 回老爷的话 索请兵客一个不少都来了 好 关闭大门 熄掉灯笼 停止奏乐 不要惊动了寻夜的鹰犬 遵命 大人 祝福祝皇宫六十大寿 列位 请 请 请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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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我 开门迎歌 请 请 老爷 有一人自称是萧綦校尉曹操 不挺自道 非要给你拜授 曹操 擦满 真是太无礼了 几乎厚颜无耻啊 董卓一进京 曹操就拜入董贼门下 卑躬屈膝 妖宠献媚 简直是丢尽了世子仁臣的脸面呀 是啊 开头他还是隔日一朝拜 可是现在的 竟然是晨暗暮省紧紧跟随 他实为相府之鹰犬 这个人哪 我看简直就像是董卓的干儿子 禀司徒大人 曹操此行 必是来替董卓当耳目 打探消息的 是啊 大人 将他赶出去吧 将他赶走 对对对 未必 据老夫看来 曹操这个人 不像是董卓的鹰犬之辈 起码他不甘于沦为慈悲 曹操这个人哪 一向有大志 表面屈凤 暗中掏灰 在心腹之间 恐怕别有所图啊 是啊 大人说你有道理 话又说回来了 人家口口声声 是说来给我拜授的 我岂能将贺客逐出门外呢 管家啊 在啊 在门旁增设一墨席 至小鸡一章 小斩一句 赐曹操入席吧 是 曹大人 司徒大人请曹大人赴宴 带路 请 曹大人谁 晚生曹操 恭祝司徒王宫六十大手 多谢 请入席吧 这曹操太不知情了 他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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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卸座 列位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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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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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位 今天 并不是老夫的生日 相反 是老夫的 祭日啊 老夫 借生日之名 把大家聚于寒舍 是想告诉列位 我四百年 我四百年的大汉王朝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啊 江山沦丧 日月无光 祖庙徒回 拘奸篡国 天子收入 我四百年 军臣 军臣蒙袖 修 那有董贼 横行日朝 外有群雄称霸于也 乎乎哀哉 在 离崩月怀 赶长 存断了 还有呢 董贼每夜都闯入皇宫 夜宿龙踏 任意皆因嫔妃宫女 兴同禽兽啊 曹操 为何失效 满辈是在效 满座大丈夫 尽座女儿态 你们就是从天黑哭到天明 难道能把董贼哭死不成 你有何能 出言竟如此轻薄 曹某不才 谈指之间便可将董贼的手机取下悬鱼 长乐宫门 这太狂妄之词 这太狂妄之词 太狂妄了 来人 在 将大胆狂徒曹阿满 赶下大唐逐出府外 下去 起来 走 走 前慢前慢 司徒大人请听我一言 说 你这个人虽然渔府 但你府上的酒很不错 你这么渔府的人 怎么配得上这么好的酒呢 可惜 可惜了 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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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可惜好酒了 打下去 你走吧你 赶紧滚 快滚 滚吧 淑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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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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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留步 曹将军 来 眼皮一眨 老母鸡变鸭 怎么曹阿满 又变成曹将军了 事态炎凉 转瞬间呀 你这奴才 有何话说 曹将军 我家主公令奴才 再三向曹将军谢罪 我家主公说 宴席之上 人多口杂 取董卓头颅之事 万万不可言及 所以才扬作大怒 将曹将军赶了出来 这也是为了 保护曹将军啊 请将军到书房稍候 待宾客散去 我家主公 自会亲来向你谢罪 这倒是颇向王允的为人 好吧 那我就先到书房稍候 不过酒席上的酒 你得给我拿两壶 不能让我哭作 管够 管够 来 孟德兄 孟德兄酒后了 老夫深感不安 仅此再败 甚至歉意 司徒大人太过客气了 敢问恭请大臣们都走了吗 刚刚离去 是才习上人多 老夫不便细续 请问孟德兄 真有诸贼妙计吗 当然 好 请 请 我曹操 既非卖主求荣之徒 更非虚言欺世之卫 是才习间 列位公顷 实在是误解我了 我屈身是贼 实贼 实则是为了杀贼 如何杀贼 大人 我已经完完全全地 得到了锅贼董卓的信任 尽管相府 假释似伶俐 防范甚严 我却可以无需禀报 直达相府的内愿 只是这董卓 我 那衣里总是穿着一件 贴身的铠甲 寻常的刀剑都不能伤他 不知道大人是否还记得 去年春上 武服手持利刃 刺杀董卓的事 就是因为 没有能够穿透铠甲 这才功亏一篑 惨遭灭族 那 孟德兄的意思是 我是听说司徒大人的府上 有一口祖传的七星宝刀 能削金断玉 锐不可当 对吗 如果大人能把这口宝刀借给我 我愿意怀揣宝刀 进入相府 齐进董卓身旁 寻机突之 如图蛀狗 董卓一死 西梁军群龙无首 必定亏散 那时 大事贪旨可定 相府行刺 如此一来 孟德兄自己 不也是有去无回了吗 至时卫国除害 岂能顾喜一己性命 如果能把董卓的头颅 如果挂在城门之上 我曹操便可青史六名 如果不能 那么挂在城门上的 就可能是我曹某的头 但是即便如此 我也在所不辞 曹蒙德 曹将军 如果 如果你真能首刃拒贼 那 必然功盖天地 万事不朽 四百年大汉皇朝之命运 此时此刻 就托付于孟德兄之手了 那我就取刀了 且慢 孟德兄 你以为他就是七星宝刀吗 莫非他不是 请稍候 当时第一的宝刀 竟然如此质朴无华 世间奇珍异宝 往往不再其表 三日之内 我要让他名垂青史 雪剑长虹 四百年大汉王朝 尽托于曹将军之手了 百年大汉王朝 尽道 尽道 小启小魏 拜见相国 大人请 你们就不打算搜搜 看我身上带没带兵人 那是对外人的 您就不必拘礼了 大人请 我们叫吧 是张 当他们其他一日 天哪 дел 来 向国恕罪 曹操来迟了 好 孟德来了 好好好 来来来 孟德 我来给你引荐一下 这是我的义子吕布 自奉先 他是刚刚从西凉引军回京的 吕布将军的威名在下早就如雷贯耳了 世人云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再加上将军手里那杆方天画戟 真可堪 人间罕见 天下无敌 奉先啊 听到了吗 这个曹孟德这张嘴呀 那才叫天下无敌呢 孟德言过了 吕布不敢当 孟德呀 你怎么才来呀 我都等你半天了 臣的坐骑 雷若不堪 因此迟到 臣告罪 你官拜萧綦校尉啊 怎么连匹进马都没有啊 相国有所不知啊 开春以来 天下大汉 眼下京师是人断两骨 马无草料 臣的坐骑快被生生地扼杀了 那可不成 那不成 扼杀了谁也不能扼杀了你 曹孟德的坐骑呀 我有刚刚系上来的西凉汉血马 奉先啊 你亲自去挑选一匹豪马 赠予孟德 遵命 有拉将军了 谢相国 孟德呀 来来来来 咱们两个说个话 孟德啊 咱家问你 你和那个袁绍原本初熟吗 陈和原本初自小相识 但陈和他尊卑不同 袁绍这个王八蛋 咱家进城那会儿就该把他宰了 那个时候估计他名气大 当时我一丝心软 就让这小子跑出了京师 没想到啊 他今天竟然纠结了十八路诸侯 起兵反我 将国修京 袁绍徒有西名 绝无大财 十八镇诸侯也绝不是西凉军的对手 将国只要遣吕布将军 率三万铁骑 定可大获全胜 那是 那是 我除了李凤仙之外 我还有李绝郭四而驾 他们两个也是个个都有万夫不党之用 杀他十八路诸侯 如同屠诸宰狗一般 臣以为最重要的是有相国你 相国带兵如韩信 治国如萧和 我大汉开国四百年 何曾有过相国这样的惊天伟帝之才呀 曹孟德呀 曹孟德 听你说话呀 就是让人高兴 孟德呀 咱家想再问你个事 相国事下 咱家知道 那些公秦大臣们表面敬我心里头是 恨透了我 恨不得把我的脑袋掉到城门之上 你和这些公秦大臣们关系不错 咱家问你 袁绍起兵的消息传来以后 这些个人有些什么异常举动 太大的动静倒是没有 前天晚上是王司徒六师大寿 恭请大臣们都去赴宴了 臣也不请自趣 想带相国去探一下他们的风声 可是没料到被他们给插出来了 这些个家伙真是不是东西 一个一个的坐实朝廷俸禄养的肥肥胖胖 除了在心里头骂咱家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咱家恨不得砍了他们的脑袋 用他们的肉煮汤盒 不成啊相国 大凡正人君子 其肉都太酸 是酸 是酸哪 这咱家一想起来 这牙就觉得酸倒了 洛阳这个鬼地方 比起西凉来那是热多了 你看你看 夏天还没到吗 这就把人热死了 孟德 我到里边去卧一会 好 留神相国 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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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公 相国 相国 相�� 相对 梦得何为 禀相国 在下近日 得到一件无价之宝 七星刀 陈想如此绝品 陈怎配使用 陈知道相国酷碍兵器 诺 陈想把它敬献给相国 拿来我瞧瞧 这是一把普通的刀吗 平凡之至 怎么能说是绝品呢 相国可否 就借刀一用 我的天哪 世上竟有如此厉害的刀啊 绝了 这真叫一个绝呀 如此宝物何人配用 没有像相国这样的圣主明君 才可配此宝物啊 梦得呀 你对咱家真是一片忠诚 咱家真是一片忠诚 咱家在这儿 谢你了 相国厚恩 臣只恨无以为报 最后 你一天 孟德 吕将军 何为 孟德 莫非你忘了 相国让我送你一批坐骑 你看看此马如何 它可是我亲自为你挑选的一批 稀凉汉血马 可日行八百里 此马如此雄俊让我骑 岂不可惜了 孟德兄言过了 宝马配英雄嘛 在下可否一试 请 孟德兄啊 此马姓烈 若想让他副手听命 非得要有一身英雄气不可 你何不抱贺一声试试 义父 奉献 看见曹操了吗 刚才在府门外相遇了 末将奉命把一匹骏马交给了他 他急忙上马士奇 狂奔不止呢 奉献啊 曹操刚才送给咱家一箭宝刀啊 看 看 看 此物真乃是天下绝品哪 血铁如泥 方才就这么一刀下去 你看着没有 这铜镜就被抛围两半了 这刀啊 真是绝品 绝品 义父 末将可否瞧瞧此刀 宝刀 宝刀啊 曹操说 它叫七星刀 七星刀 嗯 义父 末将听说 司徒王允府里也有一把 世代相传的七星刀 会不会就是这把刀呢 王允 曹操刚才说过呀 王允受诞时 曹操前去拜寿 被王允从府上给赶出来了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送他这个传家之宝呢 不好 曹操是来行刺咱家的 义父 你别多疑了 多疑 这年头就是多疑 才救了咱家的性命 只要刺客一靠近 咱家就能闻出味 我想起来 方才曹操举止慌乱 献刀的时候 手都有一些发抖 还有 他既然是诚心献刀给我 为什么不在刚见面的时候 把刀献给咱家呢 非等咱家在这打瞌睡的时候 他才拔刀成献呢 要不是在铜镜中闪出刀光 被咱家大喝了一声 说不定的刀 就插进咱家的后背心了 曹操是被咱家喝破了形状 抬假意献刀 来人 相国 立刻传曹操来见我 诺 驾 驾 驾 来者何人 快快下马燕关 我是萧绩校尉曹操 相国差我 有紧急差事快让开 出事通牌 让末将瞧瞧 时间紧迫 如果误了相国的差事 你不怕掉脑袋吗 快上开 报 禀相国 刚才有使者奉相国疾命闯出东门 末将想请示相国 可曾派出使者 可曾派出使者 那司是谁 那人自称是萧绩校尉曹操 他是刺客 是贼子 曹操是来刑刺咱家的 立刻传命 冲派五千驾驶 出生搜捕曹操 这 赢了 中央的 他的刑刑 还会把刑刑 他在刑刑 你记得刑刑 不过 他还会把刑刑 刑刑 你还会把刑刑 还会把刑刑 刑刑 你只要刑刑 你只要刑刑 这刑刑 你刑刑 刑刑 你可刑刑 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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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问你敢不敢 直说 喜欢不喜欢 莫强 喜欢他就是你的了 不过咱家有一个要求 你要亲自用这把七行刀 割下曹操的手机 遵命 我想吃你 驾 驾 驾 打 打 打 冰蛋 驾驾驾驾 驾!驾!驾! 驾!驾!驾!